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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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來 我們透過電話連線呢 訪問在我們線上長時間呢 為飛碟早餐的聽眾朋友們 服務 那提供了國際新聞的 這個專業解讀的 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也是台灣的 國際關係國際法 安全議題的專家 在我們線上的楊教授 楊明早安 學長 各位聽眾觀眾大家好 哈哈哈哈 他叫學長意思 他就想要推卸責任的意思 好吧來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立陶宛好了 立陶宛的情勢 從去年7月份呢 當台灣當全世界 大家都不太注意立陶宛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了 吳釗燮跟蔡英文 敲鑼打鼓的提醒大家 我就是 這有這這有戲 好那他他設了一個呢 一個那個台灣的 representative office 好那那這個呢 這office呢也設了 但是設了之後呢 那大陸方面當然一定 一定開始做做強烈反應了 好那強烈反應呢好啊 將了飛非常的久 那我們看到剛剛光是過去的這一個禮拜 包括今天早上的時間 那美國的貿易代表屬的 astr的這個就說呢 ustr的戴戴琪呢 也講話說我們聲援立陶宛 聲援有什麼用啊 好那也看到台灣方面說好那 我們要到立陶宛的去投資 呃 這個這個當然都會都都還是可以可以做了 只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對政治動作的回應啊 那立陶宛現在到底遇到了怎麼樣的狀況 他的前任總統現任總統接連接受訪問 對於立陶宛呢和台灣設代表處 他的態度跟我大概大概四個月前講的一樣 我說設代表處並不是問題 而是那個名稱引起了兩岸跟國際政治的緊張 好那這兩個總統講話也一樣 可是為什麼這兩個總統過去幾個為什麼不講話 他這個說出來了 你剛剛講到那個名稱問題啊 嗯其實我們的中文翻譯沒有辦法這麼的精準 沒有沒錯 英文其實是叫台灣你沒錯 台灣的台灣人的辦公室 也不是叫台灣對 所以我們在中文這邊 我們在台灣的新聞報導 沒有很傳神的這個 就是說轉達單意 對 實際上在立陶宛設定這個代表處 他覺得也不是說真的到讓你 就是說稱呼叫台灣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在這個事件我想很清楚 這個是美國透過立陶宛 再去測試一中一台的北京底線 嗯 就這麼簡單 對 美國透過立陶宛 在測試一中一台的底線 那當然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北京政府的反應 以及他的這個作為 所以現在呢簡單的說已經變成 三個問題出現了 立陶宛的經濟問題 嗯 立陶宛的政治問題了 嗯 以及歐洲的這個外交議題了 嗯 歐盟的外交議題了 嗯 經濟問題 本來立陶宛只有280萬的人口 嗯 他國民所得其實還蠻高的 在這個中 這個東歐地區 大概兩萬 兩萬多 兩萬多 兩萬塊的這個美元 嗯 人均GDP 對以前蘇聯國家來講 還算不錯了 嗯 對 那就跟波蘭啊 斯洛伐克啊 捷克其實是接近的 嗯 那 其實 立陶宛但是受到這個影響 他說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並不高 大概是兩億到五億 嗯 這個美元每年 那可是呢 他很多國家在立陶宛設的 這一些廠的這個零組件呢 嗯 也碰到這個可能的問題 嗯 那你不能去責怪中國大陸說 對於這個問題 他的反應 他既然不用外 他已經外交的方式 把大使降到代辦 對 但沒有用斷交 也沒有用經濟的處罰 嗯 這種柔性的就是 也許在海關的通關 或者是中國大陸自己 一些企業的採購上 嗯 要採取這種比較柔性的 或者是說 比較不是那種很明顯的 嗯 可是呢這個已經影響到立陶宛的這個經濟 嗯 因此我們台灣這邊這個你說投注兩億美元 或者是立陶宛要進入到中國大陸那個萊姆酒 對我通通買了 兩萬兩萬瓶都買下來 你會不會去喝 我 我還想去買來試試看 我 我不會買藍木酒來喝 不過的立陶宛的啤酒呢 當然我的台灣當然也有些進口的啤酒 你如果到一些的 比如說 嗯 法 比如說去吃法國菜啦 或者或者喝 吃一些意大利的意大利的意大利麵 偶爾那個店裡面呢 他會 他會的櫥窗裡面 他不賣台灣本地酒 他會賣一些歐洲的酒 比利時酒啦 立陶宛酒啦 或者是什麼傑克酒 那些啤酒當然你可以喝喝看啦 他還是蠻有味道的啦 這方面的研究還不錯 對 所以這已經變成一個經濟的問題 立陶宛內部的經濟的問題 你看本來的經濟的規模 人口就不大 那你這樣一個聯動的影響 很難說後續會不會有其他的效應 那當然後續對於立陶宛的這個投資 或者是他們的這個已經設廠的這些 會不會有一些產線的轉變 都很難講 嗯 那第二個他已經變成一個立陶宛的內政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才了解 立陶宛是一個半總統制 是 有點像以前的台灣 也就是說這個總統是只選 他有一定的這種對外的權力 可是他的總理是國會的多數黨 他一定要去提名那個總理 現在這個總統跟總理就屬於不同政黨 那關鍵還是這個總理在主持這個主要一般的日常的這些行政 那這個事件是這個總理跟外交部長這個黨他們所做的 現在這個總理跟這個外交部長 這次說不支持率啊 已經越來越高 支持率越來越低 低到大概只有這政黨大概只有十幾趴 沒錯 不到20趴 沒錯17點多吧 對 嗯 17點多在很多國家 早早下台了 對 因為他的不支持率已經破四成了 是 然後他大概明年會進行這個選舉 那所以這已經變成一個政治理題 我想當然這個時候這個總統講這個話 我是不太認為說 呃 他原先不知道這個事情 嗯 他一定知道 也許沒有來跟他商量 對他是說沒有跟我商量了 對 嗯 那他現在感覺到這個已經造成經濟壓力 然後呢 這個支持度又下降 這個支持度當然會 立陶宛一般的人民會覺得說 為什麼在這個事情上 我們立陶宛要冒出頭 作為美國的這樣子的一個 馬前竹 對 然後呢 你現在更嚴重的是 跟我們臨界的烏克蘭 還有俄羅斯 白俄羅斯的這個壓力 嗯 那我們在幫台灣出頭的時候 哦 招致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這樣子 經濟上的這種回應 以及外交上的回應的同時 中俄的關係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關係 越來越密切 嗯 你會不會招引到 未來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怎麼樣的 這種反應呢 嗯 哦 這個其實一定 是一個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意見 嗯 而這個反應會是 政治上的 軍事上的 還是說經濟上的呢 嗯 這樣子的一個小國寡民 你受得了旁邊這麼大的一個旁人大物 嗯 去幫 比如說他們會 他們會緊張嘛 嗯 他會不會幫中國出氣啊 嗯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在烏克蘭這邊已經緊繃到這種情況了之後 旁邊順帶的解決一下我們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嘛 嗯 所以這個話 這個討論都還沒有再出來 但我覺得立陶宛人一定有點在這種擔心 東歐的國家 長久以來對於 這個就是俄羅斯跟歐洲之間的這種競爭喔 嗯 對抗都非常的敏感 因為他們覺得是第一線的被犧牲者 嗯 那現在你 蹦出來去幫 這個就是說台灣在這個 一中一台的這個訴求上去凸顯出 嗯 他覺得是一個跨越紅線的問題 嗯 那現在中俄的關係這麼密切的情況之下 都還有那個金青海峽石軍艦 對 嗯 那如果說未來立陶宛的 烏克蘭的情勢更惡化的時候 立陶宛會不會受到波及啊 嗯 所以現在不只是經濟的問題 政治的問題 甚至有點變成安全的問題 嗯 那美國能夠怎麼樣的提供保障 雖然立陶宛是北約的 也許不至於發生什麼 就是說入侵立陶宛的事情 你應該是不會 對 但是呢 這整個情勢你會變得很複雜 嗯 那在這種很複雜 詭局多變的這種情況之下 你不是應該頭低低的避免被捲入嗎 嗯 為什麼你這個時候要蹦出來 哦 在你覺得好像跟莫斯科 跟俄羅斯無關 你跟立陶 烏克蘭無關 但是這個整個現在整個歐亞的這種 中俄之間的合作關係 越來越密切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可能能夠百分之百確保 嗯 不會有其他的這種情勢發生嗎 嗯 歐盟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有一句閩南話 就是 那句閩南話是最傳 大床不肯四床搶搶搶搶 對阿就是這次大他的總統就要問說那些那些大國 那是大國的事兒我們立陶宛這麼小一點點 而且剛有有明提到就立陶宛的人均所得兩兩萬多從我們的角度來講說還可以啦我們三萬多你兩萬多可能要到兩萬多在在整個歐歐盟體系裡面來講是很低的以至於呢立陶宛的大量的人口呢借助於歐盟啊他就不斷的外流到因為歐盟裡面你你不要說像瑞瑞瑞瑞瑞瑞的人均所得十幾萬美元啊那大部分的這些歐盟的主要的國家人均所得大概都在五六萬以上啊 所以像立陶宛的人口外流 但香榮啊你知道我這兩天做個研究因為這兩天不是有個新聞有一個就是Netflix的這個影集叫做Emily在巴黎嗎 對對對對對他不就裡面形容說立陶宛因為女性好像是貫切跟沒有品味嗎 是的是的立陶宛抗議啊還有烏克蘭 我就真的去整個整理齁你知道東歐地區立陶宛人均GDP兩萬美元 波蘭大概是兩萬一千斯洛伐克也不錯也將近兩萬 即使是那個羅馬尼亞那個殭屍的那個什麼吸血鬼吸血鬼的故鄉吸血鬼的家在羅馬尼亞也是一萬三千美元 然後俄羅斯也是一萬一千美元 可是你知道烏克蘭是多少 烏克蘭我們都注意到軍事的或者是說美俄對抗或者是北約的議題 烏克蘭人均GDP三千八百塊美元 他很慘啦他他他基本上現在是完全找不到發展方向的 烏克蘭本來有五千兩百萬人口 對在一九九一九九一九二年獨立的時候 到現在只剩下四千兩百萬人口 一千萬人這個逃離家園流浪在歐洲 當然就可能烏克蘭被歐洲人認為 就像是過去的十九世紀十八世紀的吉普賽 吉普賽人因為吉普賽人給歐洲人印象就是流浪偷偷竊 那現在的烏克蘭人呢在很多的很多歐洲的這些戲劇裡面的表現呢 他的定位就是這個樣子 他可能是某種社會現實啦 只是烏克蘭人大概會很不爽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烏克蘭被族群撕裂被政治人物操作的這樣子的一種 從獨立之後到特別是2014的政變革命 然後呢事實上至於人民的這種生活 完全烏克蘭是有豐富的礦產 位置 然後國土又很大 因此別的他的周圍的國家都是他的收入的 即使白俄羅斯也是六千到七千塊美金 也是將近他的一倍 別的國家更是他的三倍 這個兩倍三倍成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他夾在處於強權的這種打擊之下 然後進行到政治上這種鬥爭族群的撕裂 你當然民生就一切就荒廢了 現在的立陶宛他們也會緊張 你為什麼蹦到這種強權的這種鬥爭當中 你會不會因此對立陶宛的經濟安全會產生衝擊 所以我覺得明年的選舉 現在這個總體的政黨一定不會有好的這種 結果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支持率本來就很低 經濟又受到這個影響 外交又受到影響 所以總統這個時候也很聰明 跳出來就開始在批判 因此布林肯就趕快去做亡羊捕牢 然後趕快去聯合歐洲各國的外長 說要支持立陶宛 但是這些都是口惠而死不住 沒錯了 那些那些老實講就在政治或者外交上面 所出現的衝突 你要用經濟手段 就尤其當他被制裁的時候 你覺得說你被你被制裁的我來 我來貼貼補你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喜歡用經濟金融手段去制裁 其他國家最有名的就是美國 美國 絕大部分的所有的經濟跟金融或者貿易手段的制裁的發動國都是美國 所以今天美國說立陶宛的受到中國的經濟壓迫 每個國家都有都有自己的立場 你說立陶宛說經濟壓迫 你美國才喜歡的用經濟去壓迫人了 好那因為立陶宛的情況 雖然到目前為止 他的外長外長的昨天的講話很強硬說不 我們絕對不會改 我們跟台灣之間的我們就是要跟台灣的緊緊的緊緊的 團報在一起 要死我們要死在一起 他後面後面這個這句是我是我家的 我的意思是他現在態度很強硬 不過這種的強硬的往往都是一場的衝突或者壓力呢 快要炸鍋之前的最後掙扎而已 那我進到廣告廣告回頭之後呢 那我繼續訪問的台南京教授楊弘弘 楊教授我們來關心一下關心一下 尼加拉瓜的吳敬木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尼加拉瓜人了 尼加拉瓜人吳敬木現在的情況 來進廣告回頭聊 好 我們的聽說朋友剛剛有人講到就是說 烏克蘭的烏克蘭的烏克蘭最有名的 這樣講其實有點心酸 烏克蘭新娘 所以在烏克蘭當地呢 有很多中國人的丈母娘 有很多中國人的丈母娘跟岳父在烏克蘭 那烏克蘭最近這幾年的時間 就像很多俄羅斯人 因為中俄的邊境貿易這也是不錯的 那有有有不少俄羅斯的姑娘 再加上過去在東北本來就有很多的俄羅斯人的後裔 所以現在有不少俄羅斯的女生 烏克蘭的女生呢就嫁到嫁到中國 一方面觀念各方面呢 比較通了然後經濟各方面的也比較好 那加到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其實像俄羅斯喔 俄羅斯的俄羅斯的男女 中國是男生男人比女人多很多很多 那個是因為性別的性別性別偏好的關係 俄羅斯倒過來俄羅斯是女生比男生多很多很多 所以呢OK Image的是好綜合了 好 好 鄧明明要走了 到了時間他他就走了 他說 天意說 在YouTube上面呢 烏克蘭媳婦兒的欄目不少 我比較少住到烏克蘭 那台灣台灣也有一些很漂亮的烏克蘭女生來到 來到來到台灣啦 但是我在我在油管上面我倒是看到不少 俄羅斯的姑娘 然後嫁到中國之後 然後跟老公 然後他拍很多的視視頻啊那異國婚姻嘛 當然中文都說得很好啦 好 8點49分51秒你收聽的非得摸網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龍好的四千七百位的觀眾呢 在我們的YouTube的直播現場 當然聽聽眾我看不到的聽眾 反正在台灣的各個地方 我只知道我們的我們的聽眾的貝斯是很大的 但是在哪裡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你如果做一個聽眾 你不妨把那油管的打開 然後進到油管裡面進到非得聯播網 非得早上訂閱非得聯播網 訂閱非得聯播網進來的時候 早上他會提醒你說 唐家龍來了 唐家龍沒有遲到 好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那你可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現場 當然說我我看唐家龍幹什麼 好那這個這個這個問題我我沒辦法回答 好那呃台子期呢夜盤的昨天跌一百六十六點 現在開盤了之後呢跌一百一十八點 沒有夜盤的跌跌的這麼多 跌的因為夜盤跌一百六十六點 那現在跌一百一十八點 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二點的位置 五千八百三十一口的成交量 好了繼續呢透過電話連線的訪問 台大政策揚明啊教授為請我們提供的國際新聞 來關心一下吳敬木 吳敬木叛國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台灣的朝野政黨呃 大家的方向不太一樣 當然包括林佐水啦或者一些民進黨議員呢 藉著這件事情啊把一些的怨氣發在吳敬木身上 就是說好像好像今天尼加拉瓜斷交呢 是吳敬木要負責的 那吳敬木呢在在斷交之後呢 在斷交前兩天呢 他又取得了尼加拉瓜的國籍 又是尼加拉瓜的首府呢 這個馬拉瓜的這個榮譽市民等等 那然後呢又不回來 所以大家呢就去質問吳釗燮 吳釗燮 其實呢重點應該吳釗燮要負責 吳釗燮是斷 斷交部長 以前很早時候有一部 有一部大有一部美國的 美國的這個就是說的影集叫做斷刀上衛 我猜你們都不知道 他跟勇士們啊 是同一代的那個影集叫斷刀上衛 好但是我們有個斷交部長 那這吳釗木他算叛國嗎 有名怎麼看 我比較深刻了解之後啊 我不認為應該這樣子去指責他 雖然我有一點不了解 他為什麼不回到台灣來 他說他太太不適合搭長路飛機 那我們我們不知道他太太的身體怎麼樣了 對啦 因為如果真的需要醫療的話 我相信台灣的醫療環境會比一家夠好 嗯 那 其實 甚至可以說 你現在關了個奧地加 老早就想跟中國大陸建交 沒錯當然當然 是不是因為吳釗木才拖延到他這次選舉結束之後 沒錯 但是要不是吳釗木跟這個奧地加的這個交情 他早斷了 吳釗木的太太跟奧地加的太太是所怕交 吳釗木跟對 吳釗木跟奧地加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嗯 也就是說是一種家庭的朋友 嗯 如果你了解到拉丁美洲人 他們其實那種對朋友的這種熱情 對 那是真的是沒話講的 嗯 你就感覺到拉丁美洲人跟他們交往 一個小時你會變成很熟識的好朋友 嗯 那如果你持續的跟他的這種互動的話 那種關係都非常密切 嗯 不是像是英國或者是美國這樣子 你剛開始是有距離 嗯 其實在怎麼樣深入呢 他也比較是有距離感 有距離感 對這種距離感 但是奧地加老早 奧地加1978年就開始執政 嗯 然後呢美國就討厭他 當然 要推翻他 因為他是主義社會主義 早期的時候還是 商定游擊隊 對 對 然後呢到了90年代 他進入到這個政府裡面之後呢 這個開始 然後又又失去政權 嗯 後來又回來之後連續兩次的選舉 這一次11月去年11月初的這個選舉 美國指控他 嗯 做票 不民主 我不知道真假 嗯 美國本來就不喜歡他嘛 因為美國在美國在他後院就專門專門只要是跟我美國不同 掛古巴 泥巴瓜 我都折到底死 對 嗯 那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那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美國當然就是說要制裁他 嗯 美國說這個不承認 使得許多 美國的這個盟邦也不敢動作 嗯 中南美洲國家依照大部分國家都認可他 因為大部分中南美洲現在都是左翼政府 或者是中左翼的這個政府了 嗯 結果我們台灣是寧加拉瓜的邦交國 我們在11月初 也不願意給予賀電 嗯 哦 這個時候吳敬木其實老早在半年前他就要在去年斷交的半年前 他就已經提出申請要退休了 嗯 然後呢 拖拖拖拖拖到後來 也就是說在11月中旬的時候我們新的那個大使也到了寧加拉瓜了 嗯 那因此其實講句實在話 那這個過程當中 這兩這個吳敬木跟新去了這大使大概都努力說是不是在 這個寧加拉跟台灣的邦交能夠維繫 嗯 可是也許我猜背後是 因為選舉的認可 嗯 也許或者是 有一些援助也被拖延 我們承諾給予寧加拉瓜的這些援助 我相信應該也在這個可能的這種 這個情況內 然後呢 林加拉瓜當然就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就轉向中國大陸去了 因為他老早就想要去跟中國大陸跟北京建交 嗯 那可能會不會是因為吳敬木的關係 嗯 也因為我們過去的這個這個對他的一些協助 嗯 所以他一直拖延到終於這次選舉結束之後 嗯 他就決定說要轉向 那但是過程當中他感覺到對吳敬木可能不好意思 嗯 雖然呢新的大使來了 他就說那我要給你這個榮譽的這個獎章 嗯 嗯 這個問題 而是吳敬木守土 有這個這個有責有問題 因此呢失去了邦交國 他會不會這樣子擔心 所以他後來決定還是接受你要給他的這個國旗 甚至因此留在 林加拉瓜 其實因為因為你剛你剛講的這一段 我因為現在的現在政治談論啊 就是都就好像就是準備把把吳敬木叫回來好好的羞辱他 然後然後呢叫他叫他要付就是敗戰投手的責任 然後如果你不回來我就把你的退休金的都沒收 把責任全部推到你身上 可是坦白講就是說一個大使來講 能夠做到跟住在國的領導人成為通家之好 本來應該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外交官 這個簡簡直就跟原從煥一樣